日前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 时政评论家袁洪斌教授发布视频 曝光了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害 是中共中联部主导的暗杀行动 看中国记者就中共中联部刺杀安倍动机等细节 采访了袁洪斌教授 袁教授您好 那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害 震惊了世界 国际社会深表悲痛 有海外媒体评论 安倍是警示中共破坏世界秩序的吹哨人 您认为安倍留下的主要政治遗产是什么 就是大家知道 在这个川普主义出现之前 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共暴政 实行了二三十年的这个 姑息养奸的绥靖主义 也就是给中共暴政的经济发展 提供了一个极其漫长的战略机遇期 而中共暴政也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期 使他的经济体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而习近平又迅速的把中共暴政的经济能量 转化为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军事的和政治的能量 而川普主义可以说是横空出世 终于为整个国际社会有效的撞向了一个警钟 此前不是没有人指出过 对中共暴政的绥靖主义将导致一个世界性的大劫难 但是川普他以美国总统的名义 为整个国际社会撞向了这个警钟 也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 走出了对中共暴政的这种 姑息养奸的极其危险的水晋主义 使整个国际社会意识到 中共暴政是21世纪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最致命的威胁 中共暴政的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是这种威胁的锋芒 这是川普留下的遗产 那么安倍可以说是日本的川普 安倍在日本也敲响了对中共暴政的警钟 其实中共暴政对整个日本社会的渗透也是极其深刻的 对媒体对知识界对政界的渗透 对商界的渗透也都是很深刻的 在过去的相当长的时期之内 整个日本社会也弥漫着对中共暴政的绥靖主义的思潮 那么安倍他明确的指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这其实是从一个具体的角度指出了中共暴政 这个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危害性 这种危害性的爆发点就在台湾海峡 这一点安倍是极其敏锐的看到了这种危机的焦点之所在 也就是台海危机很可能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一个重大危机 那么安倍在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这样的原则之后在积极的推动 在日本也通过一个与台湾关系法 那么这样一来 安倍在相当程度上就成为日本政治界阻止中共暴政 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人物 这就是安倍留给日本的政治遗产 那安倍的这一政治遗产对日本今后的国策有什么影响吗 这个政治家的生死有两种情况 一种叫做人亡正习 人死了 他的政治政策也就随之消失了 另外一种是人死了之后反而促使他过去的政治主张 更深刻的被社会所接受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这次安倍之死反而促成了自民党在参院选举中的重大的胜利 从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折射出另一个发展的规律 那就是如果你提出的政策是符合正义和国际社会进步的利益的 那么你的这个政策就会持续下去 在前两三天 也就是在安倍前首相被刺杀之后 将近一个星期的时候 我们终于从中共暴政的铁幕后面传出了一个信息 也就是刺杀安倍的日本的杀手 是中共的中联部在日本发展的秘密的中共党员 那么之所以对安倍采取这种特别处置行动 是因为安倍不仅提出了台湾有势 就是日本有势的这样一个战略原则 同时安倍还积极的推动形成美日印澳的四方机制 反制中共暴政的征服自由台湾的共产国际主义全球扩张的战略 那么更因为安倍有可能有效的推进制定 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 使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的这样一个战略原则 落实到具体的法律规定之上 那么中共中联部的启动特别处置方案 指令中共在日本发展的秘密党员作为杀手 刺杀安倍 这个信息据说最初是由曾庆红的子女曾宝宝传出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这个积极的核实这个信息 通过其他的渠道 那是不是说中共刺杀安倍是畜牧已久的 对这个应该这么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首先执行这次刺杀任务的具体部门就是中共的中联部 中共的这个中联部 它是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个简称 那中联部实质上是中共的一个传统的间谍部门和情报部门 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 中共组建了国家安全部 在这之后国家安全部取代了中联部的一定的职能 中联部虽然继续存在 但是他的职能已经开始弱化 习近平自从2012年 主导中共的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意志之后 中联部的职能就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强化 而且职能的范围有所扩大 中共的中联部原来的主要职能 是主管世界范围内的党纪外交 他着重要发展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工人党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 在中共十九大之后 这是中共党内的良知人士透露出来的 经过何时的信息 经过习近平亲自过问和批准 中联部呢 增设了两个职能部门 一个部门叫做中国共产党国际委员会 工作重心呢 就是在一些重点国家 比如说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各国 发展中共的秘密党员 另外一个部门叫做中国共产党台湾委员会 工作的重心呢 就是在台湾发展中共的秘密党员 据中共党内的良知人士透露 习近平在这个相关的批示中 他特别强调 在海外发展中共的秘密党员 在条件上呢 要严格把关 要符合两个基本要求 我现在讲的就是习近平的批示了 这两个要求呢 就是要有钢铁般的共产主义信仰 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要有钢铁般的保守党的秘密的信念 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所谓钢铁般的基本条件 才能符合执行特别处置方案的素质要求 关键的时刻呢 才能有效顶用 这是中共党内的良知人士啊 传达出来的习近平的这个批示的大致内容了 根据这样的一个批示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习近平显然已经不满足于啊 中联部只履行呢 对外的政党联络的职能 他要把中联部呢 发展成一个在重点的国家和台湾 能够执行共产党的恐怖主义任务的特务机构 这是主要中联部现在的这个职能的背景 那么中联部的现任部长呢 叫刘建超 这个人呢 在我过去的视频讲座中呢 提到过他 事实上 在2022年的3月份呢 刘建超就已经实际全面的 接手掌控了中联部的权力 只不过是直到6月初啊 好像是6月2号还是6月3号啊 才公开宣布刘建超的这个任命 刘建超呢 原本就是属于习近平的一个亲信党羽 在2018年啊 刘建超出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员 回办公室副主任之后呢 他又为习近平全面掌握中共 辛劳权贵啊 转移到海外的天文数字的财产 相关信息呢 做出突出贡献 从而使习近平啊 能够在中共的二十大之前 进一步抓住 一系列党内权力斗争 异己集团和家族的这种软肋 迫使他们就范 就因为这样一个功劳 刘建超啊 升任为主管中联部的 部长一级的这个职位 在中共党内是 极具关键性的一个职位 对于中共党内人士啊 一次透露出的信息 在2022年的3月底 刘建超在中联部的一次 司局级官员参加的 内部秘密会议上啊 有一个工作指导性的讲话 就说持续了有90多分钟 其中有60多分钟呢 造稿宣读了 另外又有呢 30分钟左右啊 他是不准余会者记录的 脱稿讲话 那么据中共党内 梁志愿是透露了 刘建超这30分钟的讲话 有一些关键性的要点 有可能和安倍这次被刺杀啊 有直接的联系 在这30分钟的脱稿讲话中啊 刘建超强调 要中联部的官员呢 要明确的树立和加强临战意识 要求中联部的官员清醒的意识到 运用军事斗争方式为主 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序幕之战啊 已经开始 那中联部呢 那中国共产党国际委员会 和中国共产党台湾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就是要按照啊 习主席就是习近平了 批示的两个钢铁般的基本条件 在日本和台湾加速发展秘密党员 来作为呢 在特定的时间节点 执行特别处置方案的杀手锏力量 从而啊 配合军事斗争为主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战略 刘建超在这个讲话中呢 还要求啊 更加有力的支持什么 印度共产党游击队 强化跟印度共产党的联系 用来呢 削弱印度当局啊 在中共发动台海作战时呢 在边境地区进行骚扰的能量 另外还特别提到要加强在澳大利亚发展中共的秘密党员 要积极影响澳大利亚的舆论趋向 从而呢 削弱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这个效力 根据中共党内良知人士啊 和受到习近平整肃的中共权贵家族成员 这种殊途同归传达出的信息啊 北京官场现在普遍的相信 安倍遇刺呢 就是刘建超啊 自三月份实际主导中联部权力之后 他就立刻启动了特别处置方案 刺杀安倍的杀手就是中联部啊 在日本发展的秘密共产党员 当然也是刘建超所说的杀手检视的人物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啊 就是这个杀手呢 他在刺杀之后啊 提出他刺杀的动机 那是极其荒唐的嘛 为什么他的母亲给一个宗教团体捐款 他就不满意了 于是他就要刺杀安倍 这种说辞本身一听就是谎言嘛 所以根据现在中共节目后面传出来的这些信息呢 可以判定呢 这个日本的杀手就是中共的党员 现在得到的信息就是 有可能现场有人在帮助他进行掩护了 掩护他的刺杀行为 您刚刚提到 那安倍的这一政治遗产 让日本政界更加警觉中共的野心 那中共刺杀安倍的这个目的 是不是起到了反效应 对 这正好就是所谓机关算尽啊 反倒误了亲情性命 刘建超中联部 他们想通过刺杀安倍呢 阻止啊 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这样一种战略原则呢 来主导日本的国策 但事实呢 很可能相反 这个刺杀安倍的应该说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而是呢整个中共暴政啊 共产集权主义全球扩张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他刺杀安倍的目的就是为啊 他用武力征服自由台湾来做这个政治准备 在近期啊 中共党内的良知人士还透露啊 刘建超所说的这种所谓特别处置方案呢 实际就是中联部围绕啊 中共武统台湾而制定的对外国和台湾的政要实施暗杀的行动方案 所谓的这个特别处置方案呢 已经制定出一个在台湾呢 实施大规模暗杀战役的黑名单 现在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这份黑名单呢 包括台湾的副总统赖清德和八名立法委员在内的 共计台湾各界人士有52人 那么中共中联部实施暗杀预设的时间节点呢 是有两个 一个是2024年台湾大选前后或者过程中 另外一个时间节点呢 是中共发动台海作战的前夕 现在看来呢 从通过刘建超主管这个中联部以来啊 这几个月的他的作为呢 可以看出啊 中联部已经由一个间谍部门情报部门呢 发展成一个共产国际主义恐怖活动的执行部门 您提到的这个情况 国际社会和台湾当局有意识到吗 根据我们这几天得到的围绕着这个安倍啊 被刺杀 种种的信息呢 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了 中共暴政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黑收党和共产国际恐怖主义的组织 现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白左政客呢 还在讲什么和中共暴政既要竞争又要合作 美国和欧洲白左政客要同中共暴政进行所谓的任何意义上的合作的怨恼呢 实际上都是在继续对中共暴政的绥靖主义的幻想 那么国际社会现在唯一正确的选择呢 就是应该准备应对啊 中共暴政这个共产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和政治黑手党借助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 给世界和中国带来的世纪大劫难 那对于自由台湾而言呢 台湾的朝野啊 应当立即开始误清中共中联部在台湾发展的秘密党员 以有效防范呢 这些秘密党员配合中共武力犯台时啊 来实施大规模的暗杀 这是台湾社会啊 现在应该引起啊 足够警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